一件鬼谷子下山青花瓷冠横空出世 引得古董界各路人士清朝出动 欢迎收听古董局中局四大结局 明眼雷花 作者马伯雍 我拿起电话崴了一声 对面传来了烟烟的声音 徐 徐啊 自从知道辈粉的真相之后 他对我的称呼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我俩最近一直没有见面 彼此看着都有些尴尬 至于两个人的关系要如何定义 还是等这段事情告一段落再说吧 他现在主动打电话过来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大事 怎么了 黄老爷子身体没事吧 没事 我打电话来是要告诉你 御志工丹吉救主有着落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不由一息 五个青花人物贯中 周亚夫系柳盈 鬼谷子夏山和刘备三顾茅庐 已经现世 西乡记焚香拜月和御志工丹吉救主 却不见踪影 那天我跟黄克武谈完 他许诺发动他的关系 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排查 看是否能够找得到 黄克武作为五脉中仅存的几位高人之一 声望不在刘一鸣之下 人脉关系也是极广的 有他出手 我相信很快就能有结果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才一周时间就查出来了 效率未免也太高了吧 黄奄奄知道我误会了 说 这和我爷爷没关系 是我找到的 你 我有点不太敢相信 不是看不起奄奄啊 是跟黄克武比 他还是智能太多了 一听我这口气 奄奄有点不高兴了 我赶紧哄了几句 他才说明白 原来黄克武确实发动了 各地的关系网去找 连要价的资源都用上了 可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黄奄奄忽然意识到 他们进入了一个误区 所有的搜寻力量 都放在了古董行业 却忽略了一个资源同样丰富 却不太被人关注的领域 博物馆 管藏着的好东西 远比市面上流通的文物要多 只因为博物馆内的东西 不可流通贩卖 不是商品仅供展示研究 所以在古董市场 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实际上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 博物馆 才是真正的文物归宿之地 奄奄想到这一点 就自己去借来了 中国文物馆藏名录翻阅 这份名录很厚 里面涵盖了中国所有 一二三级博物馆的 重要馆藏清单 每五年更新一次 瓷器类的名单非常多 好在索引作得不错 它可以直接去查 明代万历年的人物馆 结果这么一查 还真被它查着了 在山东烟台 一个地区性综合类博物馆 规模不大 不过学术力量很强 山东一共只有三家博物馆 有资质进行团体考古挖掘 它就是其中一家 这座博物馆里的 多是闽商航海文化文物 与山东当地的青铜器铁器玉器为主 瓷器相对比较少 更没有什么一级文物 不过在馆藏名录里 赫然写着藏有一件万历年间的人物青花冠 但是没有写清楚细节 若是别人犯 可能会匆匆掠过 奄奄心思缜密 注意到了这条记录 然后特意请烟台当地的朋友 去实地看了一眼 确认上面的文士 果然是玉池宫单其救主 这事说起来还挺不可思议的 无论是要来还是老嘲讽 都是古董行道里的老手 要不然柳承涛 欧阳木木等人 也是年轻一辈里的佼佼者 这些顶尖高手为了寻找武冠 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送了性命 可这玉池宫单其救主 堂而皇之地 就摆在一处小博物馆里 居然无人问津 只能说这是灯下黑 所有人都被思维盲区给误导了 全都专注在古董江湖 却忘了古董 并非只在江湖中有 我心中一阵感动 这事说起来轻巧 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全国馆藏的青花词太多了 人物观也不是特别罕见的物件 要一条一条地确认 并最终锁定烟台闽商博物馆 得花费大心思才成 烟烟这回可真是下了功夫了 烟烟 多谢你 我真心实意地道谢 不用谢 应该的 对面的声音却有点扭捏 然后立刻挂断了 我叹了口气 烟烟还是在逃避 这件事到底该怎么解决 我也很头疼 感觉比辅工号的难度还要大 算了不多想了 先办正事再说 我没多耽搁 立刻就通知了要不是 我们两人当即买了 最近的一班火车奔赴烟台 你可要提前想好啊 我们到了以后该怎么办 要不是脱塞望着窗外 不断后退的树木 对我说道 我在座位上闭起眼睛 这件事细想起来 还真是棘手 我们的目的不是罐子 而是罐内的坐标 可现在人家是馆藏文物 别说敲开取坐标了 就连开箱用手去摸一下 那都得一层层的报告打上去 我们不是老嘲讽 不能干鸡鸣狗盗的事 只能寻正规途径 这就很束手束脚 退一万步说 就算我请五脉施压 最终拿到了这个罐子 怎么开啊 唯一懂得飞桥登仙之术的 隐银匠已经疯了 不可能让他再施展一次的 哎呀 想起来啊 这些事真是千头万须 我心想啊 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无论如何 先把这罐子弄到手 那总是没错的 要不是看出了我内心的纠结 冷哼一声 如果你觉得不行 那就用我的方法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 一个学经商的家伙 还能有啥办法呀 我连忙开口道 哎呀呀 这不是古董铺杂 也不是你和沈云琛的商业计划 这是博物馆 你那套可别往这使 最好如此 要不是吐出这四个字 转过脸去 继续看窗外的景物 我看他没有聊天的兴致 乐的情景 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我忍不住回想起当初 跟要不然去天津的情景 同样是坐火车 他弟弟 可比他有意思多了 要不是突然又把视线移过来 你是不是在想 跟要不然同车有意思多了 嘿 这家伙 难道有兔是演不成啊 我赶紧低下头去 像是一个在课堂上 偷看小人书 被老师抓到的小学生 要不是眯着眼睛 盯了我一阵 换了个坐姿 意味深长地说 我给你讲一个要不然的故事吧 我一愣 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雅性了 要不然上初中的时候 学校来了一个转学生 高干子弟 这位高干子弟很嚣张 横行霸道 连老师都不敢管 结果半个学期不到 他因为偷窥女人洗澡 狼狈地背了一个处分 就转走了 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却很清楚 这一切 都是要不然策划的 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在女律师的墙上 凿了一个孔洞 然后特意选在 女校长洗澡的时候 把高干子弟骗到墙边 让他当场被抓了个正朝 人动病祸 乘据确凿 那个高干子弟 只能黯然理笑 这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 要不然在初中 就已经这么妖孽了 你知道 这件事最可怕的一点 在哪儿吗 要不是的声音微微提高 眼神也随之锐利 除了我 没人知道是要不然干的 他们根本想不到 一个整天笑眯眯的小男生 会策划出这么狠辣的局来 就连我 也只是通过 从他日常行为的蛛丝马迹中 才推断出真相 要不然为了一个目的 竟然把行动贯彻得如此彻底 但同时 他又把真正的心思 隐藏得如此之深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不是接着说 别人是外缸内缸 我这个弟弟 只是外缸内缸 中间还夹着一层雾 没人能看穿 他到底是想干什么的 所以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跟他做敌人 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和侥幸 不要试图去猜测他的想法 某种意义上 他比老嘲讽更难对付 说完 他把头再度转向窗外 把再也没有半分睡意的我 晾在了旁边 我们抵达烟台之后 哪儿也没停 直奔博物馆 那是一座闽南天后庙 歇山重沿 雕梁画洞 上副翠兰琉璃瓦 闽南风格强烈 十分精致 当年福建船帮商谷 为了保佑海陆平安 在航线沿途 修了一系列海神娘娘庙 现在拿这个来做博物馆 所以才叫做闽商博物馆 山门和大殿前的那些精致石雕 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看解说碑 据说当年一碑一石 皆是从泉州运来的 梁芳 雀涕 崇严之间 有近百处各色浮雕 各个皆有典故 可惜啊 我们有心事在身 无暇欣赏 买了两张票 匆匆进了庙里 得先确认了 罐子的存在 再想办法 毕竟从明路上看 都是虚的 眼见为实 馆内不大 游客聊聊 标牌摆设什么的 都漫不经心 如今大家都热衷于商品经济 讲究原子弹 不如茶叶弹 各地大博物馆 尚且萧条 何况这种小馆了 我们转了一圈 里面展品还真不少 最醒目的是一件 秦欠铜照板铁拳 这大概算是正馆之宝了 瓷器分类比较少 但也有那么十几件 以清代居多 像什么乾隆朝的 金胎画发狼双耳环 康熙朝的 青花开光 八仙图花姑等等 还有明代景德镇窑的 蝉枝梅瓶 元代君窑的天青柚 玫瑰紫斑碗 宋代的剑阳窑 月窑的也有那么几件 可是唯独没有看到 万历年的人物清花冠 这事挺奇怪的 烟烟明明拜托了 当地的朋友过来检查过的 说确实还在 怎么我们这一到这儿 这罐子就失踪了呢 不会老嘲讽又抢先一步吧 我和要不是对望一眼 都有些遮掩不住的担心 这次来烟台 除了黄烟烟 就只有我和要不是知道 按说保密工作不会有纰漏 可对手是老嘲讽的话 可真就不好说了 我们赶紧找来讲解员询问 那是个小姑娘 除了解说词之外 什么都不知道 她被我们问得满头大汉 指得说去请示一下领导 结果一问 领导出差去了 啥时候回来 也不知道 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态度和气 问我们有什么事 他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 脸堂是黑紫色的 皮肤趋黑 一看 就是常年在野地曝晒 唯有两只圆眼闪亮 透着儒雅之气 他自我介绍说 叫梁继 跟汉代那个跋扈大将军 是同名的 他是烟台闽商博物馆的专家 我跟他攀谈了几句 梁继双目放光 搓着大手 欣喜地说道 哎呀 你们很那行马 山东人本来就热情 一言相投 立刻熟络起来 交谈中我了解到 梁继在这里负责野外考古 不过最近管理经费很紧张 野外作业暂停 他没别的事情可做 就跑来博物馆里待着 他刚才看到我们追问解说的小姑娘 发现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普通游客 赶紧亲自过来招呼 现在啊 这愿意来这里看的人不多了啊 懂的人呢就更少了 连我手下的队员也都跑了快一半了 留不住人呢 梁继感慨地擦了擦镜片 抑制不住的热情 欢迎你们能来啊 挺好挺好 这个 博物馆呢 虽然小啊 可也有些东西也是不错的 这位考古专家 想必是寂寞的太久了 难得看到两位感兴趣的知音 分外热情 我聊了几句 趁机问他 听说这里有件万里年间的 玉池宫单旗旧主人物清华冠 可是我们没看到啊 哎哟 这件东西两位也知道啊 嘿嘿 梁继更高兴了 往周围一指 哎 你们也看见了 这庙啊 地方小 文物摆不开 所以啊 我们采用这个轮放制啊 定期更换 那些车下来的都封存 搁在库房里头了 你说的这个青花冠 我知道 恰好就是昨天才车下来的 哦 哎 那我们能不能去库房里看看 我试探性的提出了要求 梁继为难的抓了抓头 说管理有规定 入库文物不能拿出来 我看他语气不是很坚定 就恳求道 哎呀 你看我们都是外地来的 不可能在烟台待到下次换展 您看 能不能通融一下 梁继有点左右为难 说 哎呀 这个 咱们这馆里头吧 还有别的好玩意儿 啊 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讲讲吗 何必非要那个青花冠子不可呢 我再三坚持 但是梁继原则性很强 怎么说就是不松口 坚决不肯违反规定 我以退为进 做事要走 梁继连忙拽着我 说 哎 要不这样 下午 啊 下午的时候 我可以提前轮换一批文物 把它从库房里头放出来布展 那时候 你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折中的方案 虽然不是我们的本意 但也勉强可以接受 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 吃了午饭 等到下午 又来到博物馆里 梁继早早地就等在了门口 热情地给我们一指 说 布置好了 我们顺着他的指头一看 只见那件 玉池宫 丹旗旧主 青花人物罐 就这么悄然立在了一个大玻璃柜子里 这是件 大开门的瓷器 我一眼就能确定 它和其他四件 是一摇所出 无论色泽 幼稚 开片都如出一辙 我拿出全天报告礼服的那张 民国老照片比较 也是完全一样 真美啊 我不由地感慨到 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 它就是这样一件 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那种从容不迫的雍容气质 以及那美妙的塑料幼色 都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迷恋之情 梁记也按住双膝 身子前倾 像宠溺自己孩子一样望着他 一脸陶醉 哎呀 这个管理好刺切 也是有那么几件 但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了 经常是一个人看半天都看不够啊 我脑门顶在玻璃柜上 尽量凑近 这么轻易就看到了他 让我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前三个罐子 我们都是历尽艰辛 才能接触到其中的秘密 现在第四件 如此轻易地就出现在了面前 还真有点不大习惯 其实古董这一行就是这样 众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有时候事情根本没那么复杂 远比你想象中的要简单 我尽量去观察 努力去寻找上面的幼囊衣 可惜间隔还是太远 加上玻璃擦得不是很干净 影响了观察效果 非得把它抱起来看 用手去触摸凹凸 才能够分辨出准确的位置 我把手贴在柜子上 努力抓过去 现在这个秘密里我近在咫尺 真恨不得立刻砸碎玻璃 把它狠狠地抱住 有了它 我就拥有了四个坐标 在与老嘲讽的竞争中处于有力的位置 我问 这罐子哪里弄来的 梁济说 这件不是出土文物 是1958年建管的时候 从民间收上来的 可惜这捐献者的档案 早就找不着了 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 我怀疑是战乱逃难至此的大户 从北边待过来的 民国22年之后 五罐分散 前四件分别落到 药 正 刘 欧阳几家手里 这第五个罐子流落山东 也不足为奇 我盯着柜子端详了很久 眼睛盯着青花罐 脑子里却在飞快地盘算 跟博物馆打交道 和古董铺子 那完全不同啊 古董商人重力 只要价格合适 什么都可以谈 博物馆是事业单位 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 学术氛围重 官僚气息也重 不按规矩来 事情很难办 我和要不是来得匆忙 只带了一份 故公开的介绍信 这是黄克武帮我们弄到的 但这介绍信 只是介绍 没有管理效率 至于如何借走罐子 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梁继不知道我的心思 还在乐呵呵地 给我讲解着 我问他这罐子 是否曾经外界 给兄弟博物馆展出什么的 梁继断然否决 这怎么可能啊 这虽然不是正馆之宝 但也极具考古和欣赏的价值 博物馆是不可能放走的 我们提交这个藏品目录的时候 都不敢写得太清楚 就是怕别人借走了不还了 难怪烟烟茶的目录上 雨烟不响呢 原来还藏了这么个心思在里头 我心想 这可麻烦了 这里如此看重这件文物 拿走的难度 岂不是更大了 我心想 这下麻烦可大了 这个博物馆如此看重这件文物 拿走它的难度 将会更大 这时候 要不是走过去 把我推开 开口就问 这个能买吗 梁继脸色骤然就变了 我急忙说 要不是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是国家文物 不许买卖的 那是犯罪 要不是不动声色 我就是问问而已 梁继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他面色一变 把我们往屋外推 我还以为你们是同行呢 想不到是故董帆子 滚 滚 滚 快滚出去 我还想分辨几句呢 结果梁继根本不听 他绑大腰圆 推藏我们两个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就这么被生生地赶出了博物馆 我站在大街上 低声埋怨要不是 怪他太唐突 明知道梁继是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 干嘛还说这种话刺激他呀 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好感 一下子全没了 要不是说 他只是研究员而已 连副馆长都算不上 这事他做不了主 那你干嘛跟他说这个呀 我可不是跟他说 要不是伸出手臂往前一指 我回头看去 一个矮胖子从博物馆里走了出来 冲我们使了一个眼色 做了跟我走的手势 我们跟着他走到一处僻静角落 矮胖子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一看 原来他是这里的馆长 馆长笑眯眯地说 两位刚才跟梁老师的交谈 我恰好都听到了 梁老师呢 是个专业人才 对外这块呢 接触不多 工作态度啊 有点简单粗暴 我替他道个歉 我和要不是都没吭声 知道肯定还有下文呢 馆长接着说 这个刚才这位先生问的是能不能买 要不是点了点头 我们博物馆啊 是工艺事业单位 不是地摊市场 绝不允许出现文物倒买倒卖的行为 馆长严肃地指出 随即又说道 当然了 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 对藏品进行严格筛选 去无存经 优化品质 他这句话说出来 我们都听明白了 博物馆不能倒买倒卖 但没说不能处理赝品 有馆长居中操作 找一个专家 出一份鉴定报告 说这几件文物是假的 按赝品报废淘汰 偷偷地留到古董贩子手里 这钱还不用过博物馆的账 就算是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了 只削回一句 鉴定有争议 就结了 没法追责 谁鉴定古董还没个走眼的时候 我出发之前 特意去问过沈云春 他最有商业头脑 对这些猫腻门儿倾 地方上的小博物馆生存窘迫 不得不各谋生路 倒卖馆藏文物 就成了唯一一条生财之道 馆长赤膊上阵 跟古董贩子亲自勾结 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我望着满怀期待的馆长 心中开叹 我知道 只要要不是开个价 价都不用太高 这馆长立刻就会开始操作 把玉池宫丹祺旧主青花罐 做成一件赝品交到我们手里 为了拿到一件真东西 居然要先把它说成是假的 这件事真是充满了讽刺 要不是刚要开口 我却一把扯住她的袖子 无比严肃地说 这不行 要不是一愣 不明白我为什么阻拦她 我抢先一步对馆长说道 你说得对啊 博物馆不该允许文物倒卖倒卖 他应该留在这 馆长没料到 我居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还以为有什么深意呢 我又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他像是看神经病一样 打亮了我几眼 满脸阴沉地走开了 馆长倒不担心我们去举报他 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滴水不漏 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写成笔录 完全是官方口气 等馆长离开后 要不是看向我 他脸色也不太好 你最好有个解释 我吐出一口气 我收购了 从博物馆偷文物出来 这是犯罪 要不是有点恼怒了 我们是从博物馆手里 收购废品 就算是出事 也是鉴定专家和馆长玩乎职手 与我们没关系 法律或许可以避免 但是良心过不去 如果咱们玩这么一手 把青花冠给骗出来 那和老嘲讽有什么区别 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去反对他 这真不是我忽然变成 道德家或者圣母 这只是我的坚持 也许是许家的坚持 我相信我爷爷 我父亲他们在此的话 也不会用这种龌龊的手段 去获取这种文物 一个人行事 必须要符合他的本心 否则 这些事 岂非全无意义了 若是拿不到里面的坐标 你就更没有机会反对他了 要不是提醒我 坐标的事 我会另外想办法 但是 绝不能从馆长手里偷 你这个感情用事的白痴 要不是毫不留情地骂了我一句 不过没有继续劝说 他一看到我的眼神就知道 我对这件事非常认真 认真到即使他 也不敢再打这个主意 我看了他一眼 你别打算瞒着我去偷偷交易 要不是冷哼一声 把脸转过去 联手这么久了 他有什么思路 我也差不多能够猜得出来 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 我们两个回到旅馆 商讨了一下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 请黄克武出面 中华建国学会 对尹银匠的手艺很感兴趣 请几位专家研究一下 借助现代科学 也许能够在不损伤罐子的基础上 把里面的坐标给提取出来 皆大欢喜 这里面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但目前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要不是对此没有发表评论 表示随便我 他还在生着闷气呢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黄克武开口呢 忽然房门砰砰强起 敲门声很重 我一开门 梁济呼的就冲了进来 揪住我的衣领 愤怒的吼道 你们怎么敢 怎么敢做这种事 我背着大汉一揪 双腿差点离地 我莫名其妙的问他怎么了 梁济怒道 你们这些古董贩子 来这里偷东西 还问我怎么了 要不是走过来让他放手 我们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怎么就成偷东西了 你讲的话 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道吗 梁济把我往地上一搁 气势汹汹地说 你们出门没看见我们馆长吗 看见了 他没跟你们说 欢迎全社会监督 严格筛选 说了呀 那你们还说自己不是贼 梁济大怒道 那个老鬼孙 靠这套说辞 偷偷卖了管理多少东西啊 要不是冷冷地说 哼 本来我们是想买的 可惜这位想做圣人 没同意 所以我们灰溜溜地回来了 放逼 他今天又欠了青库条 明摆着又要偷东西了 难道不是给你们的 我和要不是对视一眼 心里同时生起一阵疑惑 赶紧问梁济到底怎么回事 梁济见我们表情不似作为 也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他倒退两步 坐到椅子上 开始说起来 梁济说 他早就发现馆长 在偷偷卖文物 开始是一些小件 然后连一些大件也敢卖 手法和我猜得如出一辙 先签青库单 然后把东西 批成是赝品或损毁 报废处理 梁济特别心疼 可是也没办法 馆长卖了东西 会拿去给博物馆发工资 全馆的人得了好处 都明里暗里地配合他 梁济一个人纵然不满 那也没辙 刚才下班前 我清点完了展品 看到馆长 让库馆把青库条开好 我就知道又有东西要遭殃了 我一想 今天只有你们来问过 那个万历人物清华馆 我就过来找你们算账了 你们真没打算买啊 这是犯罪行为 我不会参与的 我解释了一句 看向要不是 要不是反应最快 看来是另外有人找上门来了 老嘲讽 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竞争者了 要不是眼神闪动 应该不是行动泄密 而是有人尾随着我们来到这里 所以他勾结馆长的时间 比我们慢了半排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我们本来占据时间优势呢 结果因为我坚持不能犯罪 放弃了机会 让人家后来者居上了 老嘲讽那些人 可没这种道德负担 可以毫不含糊地买通馆长 我们俩正说着话呢 房门啪的一响 抬头一看 梁济居然走了 我本来请他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想不到他一发现 跟我们无关 转身就走 这位的脾气可真是够急的 我从房门探出头去 人跑得早就没了踪影 喊都喊不回来 第二天一早 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了博物馆门口 等着开门 可到了开馆的时间 大门却依然紧闭着 只听到院内似乎有叫嚷声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警察都匆匆赶到 旁边受票出的小门 这才打开放他们进去 我们循着声音走过山门 走到正殿前头 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十来个人 看穿着都是博物馆员工 馆长站在最前头 表情恼火 在正殿门口 梁继高举着 玉池宫单旗旧主青花冠 宛如霸王举顶 踏在白玉石台阶上 眼睛通红地 瞪着台阶下面的人 馆长气急败坏地喊道 老梁 你快下来 你别闹 梁继把罐子一举 台下群众一阵惊呼 他大吼道 你们都看到了 这是真货 货真价实 没有下次 不是废品 馆长说道 哎呀 没人说这不是真货 你快下来 你下来 梁继吼道 既然这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把东西偷走卖掉 馆长吓了一大跳 虽然这事 馆里的人都心知肚明 但公开说出来 性质就不一样了 他怒急返笑 说 我说老梁啊 你疯了吧 这是说的什么混账话呀 梁继却不肯闭口 他隶属着馆长偷偷卖掉的东西 一条一条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大概能推测出现场的状况 馆长一早过来拿货 不料 梁继杰族先登 抢先一步进了展厅 把青花罐控制在了手里 公开闹失 这样一来 便可以搅黄这笔生意 这位考古队长恐怕是郁闷到了极点了 这次借机全都发泄出来了 奇怪的是 他怎么反应得如此激烈 我看梁继的表情充满了绝望和幻灭 似乎遭受了重大打击 他性子极归极 可昨天情绪还好啊 怎么今天就崩溃到这种程度了 两名警察互相使了个眼色 悄无声息地绕到两侧 打算动用武力夹击 梁继浑然不绝 继续冲馆长大叫 馆长继续做工作 温言宽慰 梁继却不为所动 要求馆长立下字句 承诺绝不清退任何一件文物 馆长说 你下来 把东西放下 咱们慢慢谈 梁继说 你先签好 你签好了 我再放下东西啊 两边陷入了僵局 望着梁继在殿前的声嘶力竭 我忽然有点同情这位考古队长 他一心扑在野外考古 和博物馆的事业上 却迥于现实 无处深知 面对着领导的违法和同事的漠然 他空有愤怒 却没有同盟 也欠缺能力 只能用这种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 一个小人物对现实的抗争 悲壮而绝望 无论这事怎么解决 他的职业生涯恐怕要结束了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只能远远地静观 警察们此时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位置 馆长继续长篇大论 吸引住他的注意力 梁继的精神状态异常亢奋 全然没有察觉到警察的状态 把火力全都集中在了馆长身上 说时迟哪时快 两名警察同时从侧面扑过去 一个抱住腿 一个夹住胸 当时把梁继扑倒在地 梁继猝不及防 手里一松 那青花罐一下子朝下面滚落下来 馆长吓得伸出手去接 可是反应还是晚了一步 这罐子划过他的手指 只听得哗啦一声 在青石台阶上 磕了个粉碎 这下 连馆长 梁继 警察 博物馆员工 还有冷眼旁观的我跟要不是 都惊呆了 这一刻 博物馆好像被人施了一个 时光停止的魔法 冻结了所有人的动作 这件宝贝就这么摔碎了 我和要不是三步并坐两步跑过去 只来得及看到一地的碎瓷渣子 这次可没有三顾茅庐那么幸运 正殿高台距离地面有三米多高 一个瓷冠重重地摔下来 必定是死无全尸 不可能再有一个大瓷片给你捡了 那里边的坐标 自然也是碎得不成样子 就是真的仙人来了 也拼不回去 我晃了晃脑袋 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 一点都不真实 这玉池工单其旧主观 轻飘飘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又轻飘飘地离去 浮光略影地 跟我发生了一点交集 然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人早就隐没在人群里不见了 事到如此 就算折返回去逼问馆长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们只好颓丧地返回旅馆 要不是去前台订返程的火车票 我直接回到房间躺倒在床上 心里郁闷无比 这趟烟台之旅真是太失败了 我们与第四件罐子失之交臂 眼睁睁看着它被毁掉 浮宫号的五个坐标 就这样永远地失掉了一个 失去了这个坐标 对寻找浮宫号有什么影响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这还得请教戴海燕才成啊 但是 这件事情 给我心理上的冲击 实在是有点大 这个青花冠 它熬过了明代的战争 熬过了民国乱世 结果毁于一个地方小博物馆的小小纷争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 却在一条小鹰沟里翻了船 我记得禅宗公案有一个故事 说的是有一位将军 驰骋将场历经百战 浴血搏杀 无数次与鬼门关擦肩而过 最后得胜而归 他带着一身荣耀返回自家的府邸 半路上正赶上两个地痞流氓打架 一块砖头飞过 正中太阳穴 结果将军坠地不至 禅宗以此来表达世事无常之苦 现在想想 和这罐子的遭遇 还真是有点相似 古董也罢 古董江湖也罢 不也正是这世事的一部分吗 往好的方面想 老嘲讽派来的人也啥都没得到啊 这是唯一值得宽慰的事了 我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忽然我这大哥大响了 这大哥大是要来送我的 当初去卫辉 要不是要求断绝一切来往 所以我就给扔家里了 回北京之后才重新带在身上 这会儿响起 我估计是奄奄打电话过来 询问进展 赶紧接起电话 对面一个熟悉的苍老声音传来 让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并哭